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n 我是Mendy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兩個手邊有的眼影盤 我這邊有七盤,它這邊有八盤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手邊為什麼會有這幾盤 然後好處啊,到底值不值得買啊 它粉質到底好不好啊,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剛好手邊眼影盤比較少 所以其實這幾盤也算是我們真的幾乎都會用到的 因為我們沒有在收藏眼影盤的習慣 因為你知道別的youtuber可能可以拍50盤 declutter我們真的不行 因為我是沒有辦法接受我家裡的東西 就是那個東西是 多多 不是,就是我只是為了它拿一個外包裝 或是它只是finally一個collection的感覺 我沒辦法,就是我要用它 我才會買,不然我就會送給別人 好,那我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Kevin Ditt他們家的shade and light eye contour palette 它其實這一盤呢,算是我第一個超過 這一盤我想說我已經拚了300 你很不尊重它 不是,你知道這一盤呢 真的是我第一盤大盤的眼影盤 因為其實它裡面的眼影盤 它是全部都是大立色的 所以它就分成neutral,cool tone跟warm tone 可是這一盤呢,其實我幾乎每個禮拜 至少都會用到三次 因為我覺得這一盤它就算是一個眼中的配角 所以我非常推薦給 就是你手邊已經有非常多單色眼影的人 可以買這一盤 我超級喜歡 可是如果假如你不是特別喜歡霧面色 或者是大地色系的朋友 我就建議你可以買他們家小盤的棺材版 可是這個呢,已經絕版了 那你要大家買什麼 不是,我跟你講 可是我覺得maybe還是有些地方買得到 而且我當時買到它的時候 就是官網上已經絕版 可是我是去泰國玩的時候看到它在大大折 可是我買的顏色呢,是plump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比較偏紫色系的 然後這個顏色我買了之後真的很少用 因為在我的眼皮上就很容易弄得非常的髒 可是我建議如果你非常喜歡暖色系 你可以買rust 因為rust的顏色非常像我剛剛大盤裡面 我很常用到的顏色 就比較偏暖的咖啡色 後來這一盤其實就放我櫃子裡面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但是我個人就是比如說假如我看這盤 我覺得這顏色好漂亮 我就是試色我很喜歡 我還是不可能買這一盤 因為我只用它一個顏色 只是因為是Lie A已經買了 我就想說OK那我就用吧 但我是真的很喜歡 其實它以前是跟我說K-Foundé的粉質有多厲害 然後多顯色什麼的 我就覺得 可能它那盤裡面沒有我喜歡的顏色 但後來我用到這顏色就覺得OK 好啦它粉質真的很細 是不是 但是它就是很非粉 因為你一沾的時候就會 對 這一點我就覺得過敏了 就覺得有點小扣分 好那我第二大盤的眼影盤呢 就是文藝復興 然後這一盤呢其實 我覺得我買的非常的值得 可是說實在我真的非常少用它 我幾乎沒有看到你在用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這一盤的顏色呢 真的超級顯色 不管是霧面或珠光 可是它的珠光是一畫上去就說 哇 也太浮誇了吧 我真的是一些重要的場合 或是一些Party我才會用 而且它裡面這種桃紅色的日常也是比較用不到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手邊單色眼影是沒有這種顏色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就是有很多特殊色 然後都擁有在同一盤裡面 所以我當時就買它了 可是我覺得它的粉質真的非常的值得 Alright 接下來要進入到我的寶寶 我覺得我們兩個也有一個共識 就是剛剛你也知道兩個牌子的粉質都非常好 然後另外一個粉質很厲害 就是LORAC 其實我覺得這一盤有一點是那種 underrated 就是比較少人在講 可是我發現有很多人 就是厲害的 國外的每個YouTuber都會說 他其實很喜歡這一盤 但是因為這一盤 我買了之後很少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顏色太類似 就我用這一個跟這一個這個 都區別都沒有很大 但其實它每個顏色都是漂亮 但我覺得 它裡面有一些珠光的顏色就是 上在手上還蠻顯得 上在眼睛就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霧面非常厲害 但是也是一樣 它粉質很細 就跟K-Vong Z一樣 就容易肥粉 其實它這顏色就是卡 就是卡肥色 可是因為它上上去 很容易就不能開 你就不會把自己化成很像台灣黑胸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 就想要買 Rachel的眼睛是黑色嗎 Anyway 因為我覺得 如果大家 想要買歐美 就是珠光色比較浮發 我真的覺得LOREC And Anatasha Beverly Hills 就是非常好的選擇 這兩個盤 我就叫大家不要亂買 拜託 不要說我今天看YouTuber推薦這一盤 好美啊我也買 然後看到小龍素推那個 好美啊我也買 就是拜託大家不要 千萬不要 你要看到好之後 你要真的是 詳細分析 然後看很多文章 看很多試色之後 然後看很多影片之後再買 這邊不能我剪掉 我要給大家就是 不要亂買 有時候你也要買 我想說 這個你不是已經有了嗎 你管我 它等一下就會一直鬼打槍 你們現在準備好 它等一下就會立刻開始鬼打槍 那現在就加入到 我本身 我最喜歡的一個眼影盤牌 最喜歡的 最喜歡沒有之一 最喜歡沒有之一 就是Too Faced 我這一盤 是我現在人生中 就是不可或缺的 就我沒有它 我就會想說 就有人欠握我脖子 這哪一盤呢 Natural Matte 就它裡面全部都是無眠的顏色 因為我家裡是有一些單 單顆是有珠光的 所以我就可以搭配著用 可是其實我出門 光帶這個也可以 可是說實話 我之前就是 有時候出國會帶它 但是我就覺得就是 太 everyday look 它就是一個完全就是 每天都可以用的顏色 就是裡面完全沒有一個 是用不到的 就是可以當打底色 然後這個顏色 我就很喜歡可以畫眼 那個眼窩這邊的 深深的鼻影 然後這邊就是 顏色又可以就是 畫假裝是眼線 然後它粉質又很好 我就很喜歡 Too Faced他們家 我覺得他們家是細裝 可是我就算是不容易飛粉的 對 我很喜歡這一盤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裡面 顏色都很不錯 可是這盤顏色對我而言 我覺得它太neutral了 就我喜歡比較偏暖一點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 喜歡偏暖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一盤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適合 然後他們家就是很有名 這個巧克力bar 這裡面的顏色就是有 稍微就是有跳脫出 我會就是 日常的框框 對 可是就是它裡面的顏色就是 大概不會用真的很少 就我平常如果有一些 不一樣的妝容 我就會用它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多 就是平常很安全的一些 顏色可以用 所以就是如果我覺得 出國之前都會帶這一盤 因為我覺得就是 everyday look 可是有時候出國 我就會覺得有點無趣 所以我覺得之後 可能 maybe 就會帶它 而且它這一盤就是 甚至還有巧克力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 像 Too Faced 他們家的珠光 就沒有像Lorex 跟Anna Tasha Beverly Hills 那麼浮誇 對 他們珠光就是比較低 就比較感覺 比較乾一點點 對 但不是扁它的意思 就是相較之下 就它還是好上色 可是它上出來不是那種 很creamy 就是很飽和的那種 那接下來呢 是我比較近期買的眼影盤 第一個呢是 Bear Minerals 他們家的 Neutral Eye Palette 然後其實這一盤呢 我用到現在 我就覺得其實這一盤 我買真的還蠻鬼打牆的 因為它裡面的顏色呢 就是我家裡其實真的 偷佳 對 就是我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有珠光色 加五眠色 那我當時會買它的原因 我就說 因為我表姐有試圖阻止 我叫我不要買它 她說 我每天都看你影片 裡面就有這些顏色 你為什麼要買 我就說 可是它把我所有最喜歡的顏色 放在同一盤裡面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我不應該買它 可是我覺得各位 廣大的觀眾朋友們 我覺得 如果你就是喜歡裡面這些顏色 然後你又還沒有單色眼影 沒有大盤的眼影盤 我覺得這一盤非常值得購入 你剛剛的那個概括人 就是沒有眼影的人 對 所以沒有眼影的人才能買這一盤嗎 我覺得 Wave & Mirror 她好好不想讓你們賣眼影盤 不是 因為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一盤裡面的顏色 就是比較沒有特殊色 好 我跟你說就是這一盤裡面 我就是會覺得這一盤可以買 因為我覺得裡面沒有一個用不到眼影 對 如果不是我妹你可以買 可是我實際用起來 我覺得 它的顏色在亞洲人上面都沒有到那麼明顯 我覺得這很適合白人用 白人 說實話我們用起來 會覺得有一點亮亮 可是它那個粉 區別度不大 對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盤呢 也是這次去美國買的是 Natasha Di Nona的 Mini Sunset Palette 然後這一盤呢 其實我買到現在 我就覺得 嗯 就是可有可無 可是我覺得這一盤唯一好處 是它真的非常的tiny 所以很方便帶出來 可是其實說實在 我最近非常常用它 所以我大概近兩個禮拜 我每次拍影片妝容 我就真的有點懶 我每次都只用裡面兩個霧面色 就有兩個霧面色 就可以完成我的眼妝 那我非常喜歡 裡面這個比較偏紅的珠光色 我覺得這一盤其實是 如果假如你出去旅遊 你可以只帶一盤 就用霧面色 跟比較淺色珠光色 就可以畫出非常日常的妝容 可是你晚上要去夜店的時候 這盤也可以達到 可是我覺得這一盤就目前 如果沒有它 我生活還是依然可以過得很好 我要說這一盤 就是我覺得大家不要買 就是我知道我之前 我妹好像有說過 就是他們家這牌子 就是珠光色也很厲害 大家都覺得 哇 超顯色很漂亮 我在網路上看很多 我買用起來也是 但我實際上這盤小盤 我就覺得它珠光看起來 有一點廉價 就我覺得好像網路上 很多人說 大盤的珠光色 有比小盤的質地好很多 所以不要買小盤的 就如果你去為了它的珠光色 然後收到我 就我妹買的時候我用 我真的覺得好失望 然後接下來呢就進入到 Color Pub 就我們兩個呢 分別都有買他們家的 12色眼影盤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鏡子 就歪歪 就我自己比較喜歡他們家 原本的單顆眼影 我比較喜歡他們家 那個質地就非常的特別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 這個大盤的眼影盤 非常適合 就是日常比較沒有 那麼會化妝女生 或是沒有像我們 那麼喜歡化妝女生 可是你偶爾又想要嘗試這種 很彩色的顏色 去購入Color Pub 他們家的眼影盤 因為非常的便宜 就算你沒有每天用到它 你也不覺得那個錢 是浪費了 可是我個人覺得 就以它這個價格 我覺得它的眼影質地 我覺得非常的 爆表的花 對就是CP值算是很高的 就我覺得說實話 沒有比剛剛說 那些就是粉質很好的擦橫度 就其實是超級些微的差 就是甚至很多 會感受不出來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 其實看來是這一盤 好像很多跳顏色 可是我覺得 他們家厲害一點 是就像這一盤 就是你什麼顏色搭一起 都會合理 就是這所有顏色 他們都是真的是想過了 對 就你不知道說 這顏色跟這顏色會不會搭搭 這顏色跟這顏色會搭搭 真的搭搭搭 好吵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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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就因為我覺得他們家 真的很常出 就是12色各種不同系列 然後顏色有時候都還蠻特別的 就三目五色就說 哇這盤顏色好特別 想要買一下 可是我覺得假如你家沒有很多眼影盤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還蠻便宜 粉質又很高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你想要 開始試大盤眼影盤 然後你第一次要試 我覺得你就可以買Colourpop 因為剛剛前面提到的 任何一盤在台灣 都是買不到的 又很貴 Colourpop有台灣 就寄到 可以直接寄到台灣來 而且有時候你跟姊妹湊 還可以免運的 就我覺得非常的 值得非常的划算 好那接下來我的 Colourpop這一盤呢 它是Caffeine Lights 看他們出的collab 其實他們家有 就是有說 就是他們沒有鏡子 還有原因是因為讓他們 大家很便宜可以買到 因為你有鏡子 眼影盤就會變貴 而且也會變重 所以我倒是覺得 好如果是價錢的話 我覺得OK 那我很喜歡 很喜歡這一盤 可是你也會覺得 明明你剛剛不是說 你不喜歡用到一些 就是有些顏色 你不會用的嗎 可是我就是只有 這幾個特別色 而且我覺得這幾個特別色 是我看Cathleen Lights 用之後我覺得 喔我知道要怎麼用了 因為有時候眼影盤 就是你 我就不一定會 知道要怎麼用 或是你會覺得 我好像不適合 可是就是我看到Cathleen Lights 我就覺得 我要跟你一樣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很想到老師喔 我今天是老師 我跟你說 我今天在訪那個 Sky Castle裡面的一個老師 有 我現在覺得還蠻像 所以我沒看過那部劇 OK 反正就是這個眼 這個我覺得 而且我跟你講我很驚訝 是我之前看Cara 就是台灣YouTuber Cara 她在她的愛用品 就是年度愛用品裡面 就講這一盤 因為Cara的眼妝 跟我就是18千里 就是她的眼妝就是那種 可能是那種國化國師的等級 然後我就是那種 還剛開始學素描的一個小學生 但是我們居然都會喜歡這一盤 你看這一盤就是 清新如我 還有國化等級的Cara 都喜歡 千變萬化 怎樣都可以創造出來 對 霧面色我覺得也很不容易失手 然後你裡面看的是厲害的這些顏色 它其實都可以很 因為它其實你仔細看喔 你撇除到這些厲害的顏色 就是奇怪的顏色之外 旁邊的顏色其實都很像 嗯 所以就可以很好跟我們搭配在一起 然後下個要進入到的呢 是我所有眼影盤裡面我第一個購入 然後也是我致敬我最喜歡的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 The Dolce Vita 其實當時呢 是我大學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一盤才四個顏色喔 貴三三 好像就要在一千五一千六台幣 超貴 真的我剛買的時候我根本捨不得用 我就說 天啊我每次畫一次 我可能就要花一百塊 好像有點太浮誇 所以我真的捨不得用 然後買到至今 我真的是近一兩年 我才會每天用 一天我都是走重要長 我才把它請出來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其實這個系有很多顏色嘛 我自己覺得 最實用的就是 The Dolce Vita 因為它就是一個 大地色系 然後有個帶偏紅 帶棕的顏色 那我覺得這一盤我會很喜歡的是 假如你平常 你要做很清新的妝容 我就會先上霧面色 然後再搭上裡面一點 珠光色 它的珠光色 非常的有質感 就有這種絲絨般的 光滑珠光感 就每次我擦這個顏色 我朋友都說 欸你今天用什麼眼影 我覺得那個光子好美 我說嗯嗯嗯 就是這一盤 然後光子我覺得它厲害一點是 平常可以用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出席一個場合 你這樣很glamorous 這一盤也可以 然後 只要用刷子 怎麼樣上 我覺得它都不容易失手 我覺得非常 怎麼樣嗎 是怎麼樣 怎麼樣上都不容易失手 不然我覺得這一盤就是 日常可以 中日常也可以 嗯 好今天這個我也要買四色 ok 可是我買的是 Vintage Vamp 這就是比較偏紫的 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會化妝 你就不要買這種紫色的 跟你們現在記起來 不會化妝 不 哈哈哈 記起來 不會化妝 不要買紫色眼影 不會化妝 不要買紫色眼影 ok 但是這一盤呢 我買了之後 其實我沒有後悔 但我覺得它絕對不會是 不會是這四色妝 最適合 剁手的顏色 我今天就是用它 就是它其實就是 也可以化成一個小清晰的感覺 然後這裡面的燭光色 跟這個有這個亮片色 我覺得都很漂亮 他們家就是都是這樣搭配 可能是 但我覺得他們家就是 沒有真的很霧面 就是 它的霧面就是裡面 都還是有小燭光 非常小的燭光 對可是就是 所以對我而言 我就不會把它算是 真正的霧面色 就是 太不夠霧面了 可是呢 它最近這個就是 他們家之前有很紅的唇筆 叫Pillow Talk 這個色號 他們出了眼影盤 我就超想要 可是我就覺得 這個有四個顏色 可是好貴 好那我最後一盤呢 就是NYX他們家的 16色眼影盤 然後其實這個眼影盤呢 是我們去三家活動送的 沒想到 它就變成我的摯愛耶 因為其實它裡面 也是有珠光 也有霧面色 可是我不得不說 他們裡面的珠光跟霧面 都不是最顯色 可是非常適合新手使用 不管你手有多殘 你覺得不可能畫失敗 但它裡面的顏色 是有大地色 是又有偏直 又有偏紅的 就可以讓你的眼妝 非常的多變 然後又有你知道可以打底色 然後又有眉骨打亮色 然後又有鼻影色 所以我近期就是 出國玩我也都會帶它 因為它也沒有鏡子 我就覺得 有點煩 然後其實它的大小也不算 真的很小 可是我就覺得 如果你是新手 然後是一般上班族 只是平常 就是上班需要畫的東西 我覺得這盤非常值得 因為NYX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是比較 比較平價一點的 但我覺得 真的可以感受得到 它跟就是剛剛介紹一些 比較貴的 眼影的不同 好那接下來進入到 我們這次介紹的 唯一一盤日系 眼影盤 Luna Soul 其實Luna Soul就是 真的是蠻被大家 就是台灣女生很喜歡 這個牌子的眼影盤 就是他們這個四色的 它就是一盤超級 就是大地色型 大地到不行喔 我覺得這好低調喔 我跟你說 我以前就是我的面試 或是我就是 要去一些比較乖的場合 我會用 或是今天 我沒有要幹嘛 現家長也蠻適合的 就是一個日常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上班族 你每天都可以用這個 每一天 然後就是有 而且我最喜歡它就是有一種 尾素顏 會讓你眼睛看得很有神 可是人家會覺得 裡面有壞眼妝 這就是很typical 日系的眼影 對 但是我覺得家裡就是需要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 你要跟男生見面 你不想要覺得你知道 你是那種drama queen 很愛化妝 然後出門啊 Oh my God 你好需要這一盤 你真的不能送人耶 真的 我就會想說OK 那我就要 我就要化這一盤 就讓人家覺得我就是那種小鹿 就是那種小鳥 不要再騙牌 那我覺得你們就可以買 OK 你也剛剛說 Nex他心目中的No.1 我沒有說是No.1 他是我其愛之一 其愛之一 OK 那我就說我現在的 算是我的No.1 我覺得它是 有點是 Semi No.1 怎麼說呢 我威威到來 它是Bobbi Brown的這個 Nude on nude eye palette 給大家看一下 大鏡子好不好 大鏡子OK 好給大家看 它這裡面我覺得也是 神之組合 就是有霧面色可以打底 又有珠光色 也有亮片色 這個亮片色我覺得非常漂亮 上上去有一種 水水亮亮的感覺 然後有深色可以當作眼線色 所以我覺得神之組合 可是這個顏色就是 它跟它名字 人如其名 Nude on nude 就是真的有點Nude 就對我而言太Nude了 對我而言就是我可以 可是我是喜歡再粉一點點 它最近有出了新一個 就是它這個外包裝是比較絲絨 叫粉紅絲絨絨盤 裡面就有粉色 我很想要 我真的很想要 但是 就是我會跟自己說 明明你家裡有那麼多彩妝品 你還真的需要嗎 可是我已經連續想要她一個禮拜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我這禮拜我去信義區 我就要帶她回家了 結果我沒經過說 我就聽到小寶就說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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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要 聽到這一盤這樣送來之後 我姐媽媽收入她的小抽屜裡 因為我根本沒有機會 我一看到她想說 嗯?嗯? 這一盤眼影不就是我要的嗎? 為什麼我覺得 小寶就上身了 好可怕喔 好退嫁 好可怕 其實剛剛小寶好吃 上網身看 叫大家買Barbie Brown NO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我很喜歡 而且我跟你講我要講 剛剛我說的國話等級的Cara 也喜歡 她也喜歡這一盤 但是我剛才看那一集的時候 我想說 WHAT? 怎麼會那麼巧 我想說 HANDSTONE BALLO 我想說 Cara BOOM 我覺得大家可以寫出來 就是直接叫大家留言 她最喜歡 就是大家的 number one 最喜歡的大盤眼影盤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記得幫我們這支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才能收到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